停车 你到底是谁啊 不好意思 刚刚清洗之下 计约了你的车子 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我不管你是谁 你莫名其妙抢我的车 害我掉了这么多门宝贝线 他说你说怎么办 宝 宝贝线 你不摸了 原来你是白云飞的粉丝啊 而且还买了那么多的他的书 我告诉你 只要是白云飞的事情 我都可以帮你解决 我保证 这种魅俗的商业小说 不是我的菜 那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魅俗的商业小说啊 关你屁事啊 我都喜欢这种属业和浮夸 我都加不信 看起来你对白云飞 很有意见啊 才没有 我超爱他 你不知道他有多红吗 全天下的迷姐迷妹都爱他 文章是不怎么样 要是粉丝买单就好了 所谓人潮就是前潮 而且他在左轮还要拍成电影 所以呢 所以 这个浮夸又随人作家 就是我本书店的晶晶舞摇钱树啊 跟你讲这么多干嘛 你怎么赔我啊 害我掉了这么多本 我 我 你以为赔钱就可以了是吗 我原本可以收更多玉附金耶 你笑死人啦 小姐 你已经把钱都收了 既然你那么不喜欢白云飞 喂 喂 你不信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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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不喜欢白云飞 干嘛帮他卖输啊 我帮你解决啦 哈哈 笑死人了 喂 喂 你不要抱 我的手 我要怎么跟这些米姐明媚交代